这个坐标 这片海域 见证了中英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时间的波纹沿着历史的脉络展开 回到1942年10月1日的早晨 日军战俘船李斯本兰号 在中国中山群岛海域被连铁击中 附近的中国渔民划着46艘小渔船 先后65趟救起了384名英军战俘 当渔民紧握海中战俘双手 把他们救上岸时 英军战俘拥有了劫后重生的喜悦 2005年以来 周山市有关部门开始整理 李斯本兰号事件的相关档案 渔民口述等史实材料 沉淀了一个甲子的共同记忆 再度被人们熟知 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胡沐就是其中一位 李斯本兰号留给中国人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留下来的战争遗迹 它其实就是给中国人 搭了一个跟西方社会的 一个交流的一个桥梁 2005年8月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60周年之际 87岁的幸存英国老兵 查尔斯·佐敦 带着家人来到周山 找到了当年拯救他的渔民 佐敦紧紧拥抱着 当年救助过英军战俘的 吴兰坊 沈阿贵等老人 紧握的双手不愿松开 这是久别重逢的感恩 真挚情意 在两国人民心中流淌 2019年10月20日 14位来自英国的朋友 应中国电影人方丽的邀请 来到东极镇 参加李斯本丸号沉船遇难者后人 周山纪念活动 他们中有的以白发苍苍 有的以步履蹒跚 他们来到父亲离海沉默的地方 进行悼念 七十七年的思念 这一刻化作泪水 当时九十五岁的渔民林阿根 被请到现场 他是唯一一个健在的 救过英军战俘的东极渔民 在场的英军战俘头人 纷纷握住老人的手 表示感谢 如今 林阿根已经去世 见证过这段历史的英国老英 也已相继离世 这个故事 这份记忆 被人们深深铭记 方立的团队 从2016年开始 谋划设置一部反映 李斯本丸号沉船事件的记录电影 《李斯本丸》 联系了近200个英军战俘头人和家庭 2022年8月 李斯本丸号船最后一名幸存者 茉莉之女梅尼 致信习近平主席 感念中方救援恩情 坚定支持英中两国人民 世代友好 习近平主席 父姓李斯本丸号船幸存者家属 2023年8月15日 浙产纪录电影 《李斯本丸》沉默 赴英国电影学会 举办专场放映活动 这些年来 维尼一直怀着感恩的心 关注纪念活动 并结识了吴四珍一家 两家经常互赠礼物 吴四珍从2017年开始 参与策划李斯本丸号沉船事件民间纪念活动 与李斯本丸号船幸存者丹尼斯莫莉一家的缘分 也就此开始 我的儿子方正 他是在2021年3月出生的 他比莫莉老人的玄孙女 Luna少6个月 所以现在呢 就是两个小孩呢 就成了中英 应该说是友好的使者吧 共同的记忆 让我们连接在了一起 他们的友谊扫船要开始起航了 友谊的故事在新一代身上延续 中英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也将在无数家庭中埋下种子 传承下去生生不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